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尔达书问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巅峰连赛第六赛界TS6败者组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是Faceless对战DC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 应该说挺让我意外的 因为毕竟要知道这两支队伍DC是TS6的亚军 而且Faceless这支战队在组建以后都在东南亚 是横早东南亚就没有输过 其实队伍在组建以后真的就没有输过 三兵组建这支队伍以后整体这个队伍的一个氛围也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也是从以前的这个 应该说是从这个很多的老鱼 抓了很多的老鱼回来去组建了这么一只鲨鱼队 但是没想到在这一阶TS6上面 在刚刚要是想 本来应该是一个斩路头角的机会 但是没有想到是很快的掉到了败者组 也是比较遗憾 而且DC这支队伍最近感觉他们一个状态 其实应该说是不错的 但是没有想到也是直接掉到了败者组第一轮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两个人就肯定是要回家的 也是比较可惜这两支队伍 其实这两支队伍的观赏性都还不错 严格一场观赏性还不错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咱们的中国的E-Home 中国E-Home已经回家了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E-Home是0比2输给了 也是比较可惜啊 0比2是直接输给了这个 NP啊 输给了NP战队 而且这个E-Home是 最近好像很久都没有赢过NP了 看着这场比赛先不说别话 我们来看着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PP FaceLoss这场比赛刚上是搬了小精灵蝙蝠 DC则是搬了小强术士 这个术士这个英雄最近 登场率很高 登场率很高 但这个英雄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真的不太厉害 而且很容易被针对 这个点非常容易被针对的一个英雄 FaceLoss第一手抢了一个蓝胖子 DC是拿出了光法和杀王 二手FaceLoss拿了一个大鱼 没脸上来拿了一个大鱼以后呢 果断第三手DC是搬掉了一个小狗 搬掉一个小狗的话呢 FaceLoss搬掉了一个船长 然后DC是现在搬掉了一个萨尔 萨尔这个英雄很适合去打那种 比较擅长拉扯团战的这种阵容 尤其是大鱼这种东西 大鱼和蓝胖子这种英雄 都是属于这种要不断的 就是一波一波不断的去打这个团战 他不是一波就能打出结果来的英雄 所以这个萨尔搬掉的应该是 还是比较机智的 第四手英雄 没脸战队是直接搬掉了一个卡尔 防了一手这个W33的卡尔 W33这个家伙的英雄值很深 他什么英雄都敢往外拿 就是所有能打中单的英雄 他都敢拿出来打 他真的是多敢拿出来去打中单 所以这个选手 应该说W33我真心是觉得 原来咱们就不谈哪支队给他放出来的 能把W33这样的中单放走的队 我觉得也是 勇气可嘉 看一下第三手 现在DC在第三手还是选择拿酱油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三四五号位全部都到手 把这个一二号位全放在最后两手去拿 现在这个又是重新进入就这种拿人方式 力求稳健的那种拿人方式 现在逐渐的在这种欧美队伍 还有东南亚的队伍里面又开始流行起来了 中国队现在反而倒是经常在前两手或者前三手就掏了个大哥出来给你 一般现在在前三手能够掏出来的大哥欧美战队一般敢拿出来的 包括欧美还有东南亚这三个赛区他们的敢拿出来的前几手大哥就是熊战跟小狗就这么俩英雄敢往来拿 其他的大哥都不敢在前几手楼都要不往往好放 贝斯拉斯也不着急啊 你不拿我也不拿 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乱动 那这样呢双方在前面七的男人呢还是以这个酱油 以拿酱油为主 双方都在不停地在拿酱油没有四合要拿大哥的意思 但是第三第四手DC肯定要拿了 这个应该是会拿一号位把中单放在最后一手 现在一般的这种队伍在男人方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的大哥位会放在第三到第四手拿 然后把中单 因为现在中单的英雄英雄比较多 能够打中单的英雄非常多 然后在中单这个位置上能够产生节奏的变化也是最多的 所以最后一手去拿中单呢 比较好去搭配自己的体系和针对对方的一个体系 所以更多的队伍也是现在在选择在最后一手去拿出中单 现在从阵容来讲 双方的这个大哥跟中单拿什么都行 真的是拿什么都行 DC选择在第四手先拿了一个中单位 而是把大哥位留在最后一手 Resolution印象给大家比较深的 他的大哥位 不多 Resolution属于是打哪个英雄都比较稳健的一种 他的成名英雄 你现在让我马上想 我还真是想不起来 他的小鱼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发挥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点 虽然说所有的carry都会用小鱼 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两个小鱼 一个是Resolution的小鱼 还有一个是Midi-1的小鱼 Midi-1还在这个Fantantique的时候 当时Fantantique的那个战术也是比较有意思 Fantantique的战术是力保Midi-1的小鱼 然后中路放给牧师去扛压 第四手Fantantique拿了一个炼金术士 这个英雄拿出来的话 现在DC这个阵容没有爆发的问题 就体现的比较明显了 炼金这个英雄 法系爆发他基本不怕 他唯一害怕的法系爆发是谁 是宙斯 宙斯这个英雄对于炼金的一个法系的伤害 是可以让炼金深感恐惧的一个点 其他的英雄你说选用法系输出 这个爆发去对炼金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威胁 还真的是不多 最后一手DC是扳掉了一个蚂蚁 扳掉蚂蚁的话 菲斯勒斯可以拿熊战 让比赛拿熊战 然后一号位可以考虑的 就是这种打架型一号位 或者打架型一号位 以及这种有A仗效果的一号位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菲斯勒斯这个战队 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他这个阵容可以搭一个PA 可以搭一个PA 大瑜伽炼金双减甲PA自己出干灭 这个就是对的 谁身上就是一刀一个 一个递过去爆击就死了 就爆击就死 直接就秒一个 根本就不需要人上去 人上去的话 只要敢站在酸物里边 头上点一点灯 递过去递过去一刀就死 只要爆击一刀就死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扛得住 DC现在这四个人一个比一个脆 杀王这英雄虽然是个力量型英雄 但是也是个力量型型之中的耻辱 脆的不行脆的不要不要的这种 所以菲斯勒斯这个战队是存有一个拿PA的可能性 但是在比赛当中 现在这个PA配大鱼配炼金那种体系 应该是还没有还没有开发的太多 选择了一个水人 这个应该是让DC比较意外的 因为咱们的常规理解的当中 炼金一般情况下 他因为是作为一个主刷点 那么一般大各位会承担起来 去跟自己的将有打架的这么一个责任 水人这个英雄再怎么快 你的成型就能够打架 拿到自己的这个林肯 加上蓄灵刀 你再怎么快 也是需要等到大概25分钟左右 DC野了 DC野了 DC拿W33的米波了 米波了 要受啊 W33打狗了 这样比赛有了看了 米波这个英雄打炼金的话 如果会打的话 炼金真的是很难 这个日子真的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当然了 这个W33的米波也是毋庸置疑 全世界 W33如果说自己的米波是第二的话 那这个第一是谁还真得琢磨琢磨 那就是一号为Resolution的一个老虎 你看他还是在第四手拿一个大哥位 第五手拿一个中单 但是这场比赛DC的这个阵容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极高爆发的阵容 就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极高爆发 不过这场比赛话说回来顶着水人去拿米波 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米波这个英雄如果说就是纯装备就是都起来的情况下 他去打这个水人不是很虚 因为米波在装备都起来了以后 他的这个分身血量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A仗以后 他的这个属性完美继承了以后 血量并不低 而且米波天生35%的魔抗 这个比一般英雄要高10% 10%的魔抗的话 也就意味着水人打到他身上的一个伤害 只有65%的伤害 就是他的技能实际伤害只有65% 如果说队友在帮他出一个笛子之类的道具的话 那么这个米波的一个生存空间就更好了 所以这场比赛 笛子这场比赛是DC有很多人都可以出这个装备 这个光法如果说刷的稍微狠一点的话 光法是可以出笛子的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 光法应该会选择先出A仗 对限期练金打米波占不到优势 这里过来插了一个眼 但是回来的时候撞了对方XY的这个蓝胖子 这样他这个眼位要被对方给排了 这个肯定是要被对方给排掉的 而且对方在中路这个地方是放了一个眼 这样他这个双方第一个插的眼应该都会被反 只不过DC这帮人身上没带真眼 这个真眼在光法手里的光法要绕过来 这里双方的第一个夹眼全部都被反了 看看这个夹眼给谁 应该是要给老虎 选择给W33 给W33是一个好注意 还是给老虎了吗 W33砍了 那砍出砍砍了 对限期米波 因为他的这个一级大招很快 一级大招很快就有了 两只米波在前期打链金 链金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是不敢跟这两个米波打的 就算占酸物里头链金都不敢打 必须要有队友来帮 占酸物里头 我两个米波占酸物里跟你打 我两个人A你一个 我怎么也比你功力高 而且我还有忽悠 对吧 你要是敢站在原地跟我队A 那我两个狗头原地忽悠 打满四段伤害的话 你这个链金有可能直接就死了 所以前期是一定会有人来挂中的 这个Facebook这个战队 前期不出意外的话 蓝胖子需要在中路大概挂到这个链金 三级以后 他才能走 要不然的话 这个链金前期很有可能会被这个米波给打爆 这要不挂的话真的要爆了 哎兄弟你不挂真的要爆了 米波这个英雄前期比较吃亏的是 他的这个初始攻击力 只有四十多的一个初始攻击力是比较低的 就算是你拿一个补刀斧 打这个补刀也是非常累 初期米波拿补刀斧能够打得出来的伤害 大概相当于狮王没有补刀斧的伤害 差不多太多 哎呦 这一个大波的伤害打了好多啊 UTC的这个乌衣上来直接就虚了 这二级的一个链金 米波现在还没有到二 把这个刀补掉 把这波兵的经验吃掉以后呢 这个米波可以顺利的到二 而且现在全是塔架的刀的话 他可以利用忽悠去 哎呦这个反补 现在W33最怕的 其实不是让这个链金正补高 他不怕链金正补高 链金正补高 我三级以后有两条狗 怎么都能打得过你 怕的是反补太多了 被对方 没错 在上路跟三大兵的这个大鱼是决斗 自己被这三个野怪点了个爽 点掉好多些 这一波 下路的蓝胖子这里是被给上一个晕 但是没有法力流失的话 前期想要去留人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 这里两条狗 注意这一波连续两个网 两次段伤害 直接拿一血 米波这个英雄 打得好 敢拿 那你中单没有人去挂链金的话 这个米波打链金 链金基本就属于是没法混 上路这里也是 三大兵被前期被怼得太惨了 这个地方我露了一个人头 这里给大家道歉 主要是太多的精力放在这个米波身上了 米波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我两个忽悠把兵清掉 然后呢一个米波回家补解 一个米波回家补解 然后另外一个米波吃瓶子 把自己的血补满 然后飞回线上 这里米波选择的是用分身混凌烟本体去控服 这样还控到一发加速 下路的这个钢三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还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 这里你看这个链金完全不敢补刀了已经 就只能是扔个酸物 哎你这 你这就是 也就是打这两个狗现在蓝不多 这两个狗如果蓝多点的话 这波链金又危险 米瑞这里对方大鱼是开加速 留一波 三大兵这场比赛在上路 应该考虑去出一个穷鬼盾了 单纯一个圆盾有点顶不住对方这个伤害 JBC的这个链金这场比赛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现在补刀方面他虽然是全场第一 但是他压力很大 上方这里给上一个穿测 恶心一下对方的这个水人 不过下路的这个水人 现在被骚扰的也是比较惨 虽然说是在刚三但是效果就是一般 另外就是有些 在有之前有这个视频 LGW33这个 主舞狗没有利用加速的时候 回家不去补给 选择还是去TP回家补给 就是有些观众一直在 就之前在视频的这个弹幕 还是在评论还是私信问 我忘了就是问 为什么这些职业选手 就是判断这个塔的射程经常看到就感觉 应该是这个塔的范围内 这个地方两个王 四段忽悠的伤害 一个地也直接带走 你这链金打地补没人挂的话 是没法打的 你不管是谁的链金 你去打W33的地补都没法打 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打的一个对线 你除非自己到了6级 6级都不好打 你6级的时候地补应该是7到8级 就在链金6级的时候 地补最少应该是7到8级 因为地补是可以线野双收嘛 他收一波线 收一波野 这波野过来以后 俩忽悠直接就没了 所以他肯定是等级要比你高的 这个地方 咱们又是单鼻漏人同流 上路这个三大兵 贝德拉斯鲁神跟 贝德拉斯鲁神单杀 这波我真是有点没想通啊 你 这狮王刚才是来到中路去怼了一波 中路的这个链接 上路只有你自己跟对方的这个 米拉拉去对单 在对单的情况下 被对方这个老虎杀了 这个真的就不是一个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了呀 这个有点说不通了 这两个忽悠绝对一波兵清掉 你看他两个忽悠清完一波兵 直接钻野区 这两个野一收 也就是在你六级的时候 我肯定是最少比你高一级 是最少比你高一级 三大兵在上路 基本现在处于没法混的一个状态 到现在为止五分钟 一个优单的大鱼 只有三级 对方上路两个人 狮王的等级跟自己一样 这个臭酱油的狮王 而且还去中度杀了一波炼金的狮王 跟自己等级一样 老虎干脆是压了自己两级 然后说塔的 这个其实塔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标志性的 就是他的这个射程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的 在每一个塔都有 你看这个上路的一塔 它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性 就是这棵树 这个树的树根这个位置 只要你的这个站位 不超过这个树的树根 然后在这块 不要超过这两颗小石子 那你就不会被这个塔攻击 中路也一样 中路也有很明显的 一个就是这块这个骨头 这块这个骨头 你不超过这个骨头 你就不会被攻击 下路这个位置 又是一个穿侧 要强行怼拨水人 水人现在是一个一级的转属 二级的一个W直接溜一波 这场比赛对线 没脸在那边被爆了呀 这个被爆了呀 直接 光把一个大波 又是怼了一波 再给上一个穿侧 结果开转属 开转属 一个W拨走 但是自己的状态 真的是有点惨 上路 Resolution这个位置 感觉是有些危险 哎 踩没踩住 我被跳给秀掉了 这样啊 W33的米波 在6分20秒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8级 野区的链金 是刚刚到6 刚刚升到7级 刚刚升到7级 这个链金 Resolution这波 哎 这个惨 三大兵这场比赛 被打懵了 我怎么觉得已经 这得亏 这个蓝量 稍微有点缺乏 这Resolution这波 有蓝的话 一个星落 这大鱼死了 后边 Mistero跑过来了 Mistero跑过来 恶心人了 大鱼这个地方 赶紧钻数连TP 我家去补一波 链金现在中路 不敢上线 这两个网 网住的话 这很有可能要杀的 现在的米波 已经是有了满级的 忽悠三级的网 这可是 这个不是 一级的网 那么近 三级的网 网住的话 很远就可以把你网住 连续两个网 网住以后 两个忽悠 再加上这个第一只突袭 打出来的被动 这个链金开始大招 也要死 链金现在血伤线太低了 他要赶紧把自己的B张 做出来 他这个B张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 做出来的话 他这个线上没法站 做出B张了 上路这个地方 又要出事 这场比赛 怎么感觉 斐斯勒斯这个 对线期崩 这么严重啊 水人的补刀 现在是全场第六 大哥位 刚三的水人 补刀全场第六 然后前五名里边 有四个都是对方的人 只有自己中路的炼金 补刀是排在第二 上路的三兵 是被对方直接干了个爽 这波开悟 我看一下三大兵 四级的一个开悟 找W33 你们这哥俩 打得过这个十级的米波吗 这要被双杀的呀 米波这波也是怂 真的米波这波也是怂 十级的米波 对面的乌一加大鱼 俩人加起来 九级米波十级 然后米波把自己的 这狗都拉过来的话 比对面人还多 这几个狗都过来的话 这是直接双杀的一个节奏啊 你一个四级的英雄 一个五级的英雄 过来打三个十级英雄 这就相当于 这波主要是W33觉得不稳 有可能 有可能你这后边 还埋伏了别人 而且你看这米波 现在这个装备 竹狗一千五百血 副狗一千一百血 对面这大鱼 现在只有七百八十点血 乌一六百八十点血 这哥俩加起来 还没有一个竹狗血上 这一根剑没中 这飞斯乐斯 这W33这波真是怂 这波怂得有点离谱了 他这个真的 这副狗飞过来 这哥几个全都死了 不过当时他有一个副狗 是刚刚飞回家 他可能是考虑这个问题 不能三条狗全来 W33距离自己的A帐 还差一千五百块钱 九分钟就差一千五百块钱 差不多这个十二分钟 就能拿出自己的A帐来了 十二分钟拿到A帐 然后差不多再刷个四分钟 三分钟到四分钟 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跳刀 也就是说 他差不多是在十五到十六分钟 可以拿到自己的跳刀 他跳刀以后 对方这个链金 就是露头死 只要露头飞跳过来 一只猪狗 然后剩下几只狗 一过来给个网 直接就秒了 他这个回血在 在这个地捕师面前 就跟没有一样 而且他没有办法切臂章 地捕师的这个地之突袭的伤害 是一个一直持续造成的伤害 没法切臂章 切臂章就死 三大兵又是一刀 一刀莫名其妙的财 这里老虎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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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了 Resolution这个地方太萌了 这里一个网 再给一个网吗 这里看见了大鱼 大鱼这里还在看加速跑 一张TP落下来 一个老虎一根剑 Resolution连续卖了两拨萌 这里飞过来一个狗 躲一下 一个星落 一巴掌直接拍死这个大鱼 因为这边默认的杀王也过来了 这场比赛打的 回答一下直播间观众的问题 WINS什么时候开始 距离WINS开始的 比赛的开始时间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有24个半小时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有24个小时 24个半小时 这场比赛DC这个 如果说DC这种W33没有拿这首米波 咱们考虑一下 假设说如果没有拿这首米波的话 这米波11分钟就一张 比我想象中的早了一分钟 这是多可怕的一只狗 11分钟夹腿 让瓶子身上还有一个 寒铁钢爪 而且等级已经达到12级 等级超过分钟数 这些杀王在野区在埋伏 这要给上一个穿刺的话 这个蓝胖子就死了呀感觉 老虎这应该是在等剑 杀王这个位置 跳刀出来 给上一个姚大一个大波 加上老虎的一个星落 星落都没砸到 直接就死了 这个爆发确实有点高 确实是有点高 这里Missary这波应该是死了 Missary给对方回一波血 NOTC这个选手 我觉得是三兵在整个这个 Faceless这支战队 在组舰的时候 挖到的我觉得 难得一见的一个人才 一根舰 但是被这个兵给挡住了 这里随时赶紧拨走 因为到目前为止 Faceless所有的比赛 就我看到的所有的比赛 这支队友发挥最稳定的是 他们这个酱油 NOTC这种酱油 包括他的这个冰女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咱们看到的那个冰女 这里大雨给人一个点灯 但是完全不敢打 现在米波又是进入到了 自己一个刷钱时间 大家可以看 我为什么一直在留着这个补刀 为什么一直留着这个补刀 并不是我们要切 大家可以看那个补刀树 从补刀树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这个家伙刷的多快 这里切了一发必张 扔出来自己的这个瓶子 再切一发必张 但是大招已经直接数了 一个穿测直接死 米波在另外一侧呢 也是自己一个人 偷偷的偷摸的杀了一个蓝胖子 等级已经来到了14级 已经是第一个魔龙枪在手了 我为什么说第一个魔龙枪 因为米波这个英雄 现在出几个魔龙枪 你说不准 他现在 他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螺旋盾 他这个狠铁钢爪 可以换一个魔龙枪 回城可以换一个魔龙枪 然后呢 这个盾可以换一把跳刀 这个米波就毕业了 现在斐斯勒斯这个阵容的问题就凸显得很明显了 这个正面没法接 完全没有办法接这个团战 现在斐斯勒斯五个人加在一起 可能连DC里边三个大哥都打不过 就不考虑这两个酱油 这两个酱油半生就不在的情况下 斐斯勒斯这五个人应该是打不过这个DC三大哥的 这三大哥现在米波14级 看下等级 米波14级 老虎9级 沙王9级 然后你的炼金只有11级 你的水人只有8级 你大哥为了一个水人 下路刚三的一个水人 现在经济全场第五 还没有给帮着沙王匪 而且跟沙王差了将近两千块钱 这个局 斐斯勒斯完全是被DC给碾压了 而且这个碾压是一个全方位的碾压 不单纯说是我中路爆了 不单纯说我中路爆了 我的边路也都爆了 我的钢三路爆了 我的这个优单路也爆了 中单路也爆了 在几方有炼金的情况下 14分钟经济被DC领先了1万 6座外塔在15分钟左右 15分半左右 规计就要全都被拔光了 这场比赛 W33的这个地补师 这场比赛 因为咱们 因为不是咱们 是我 我个人太多的把精力放在这个W33的地补师上了 所以对于其他两路的照顾呢 不是很周到 但是令我比较费解的一个点 就是我前面就是观照的比较少的一个点在哪呢 就在于这个下路 下路他们是一个钢三路 上路是大鱼的一个优单 这里 这里W33是想卖盾 这波是想卖盾 盾的时间应该快到了 还有两分钟 想卖盾这波 下路的高级塔已经被拔了 现在米波还差一点到达自己的一个等级 还差一点到达自己关键的一个等级 还需要再升一升级 就我比较 我比较差异的在哪啊 就咱们看一下这个阵容 DC的这个阵容 下路是一个老虎加一个光法 两个人 这场比赛DC的分路是一个212 上路是杀王加上一个狮王 上路是 上路是 上路是老虎加狮王 下路是这个杀王加上一个光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方刚三把对方打爆 下路高级高破 下路高级高破 网桌 再接一个网 三个狐要 一套爆发 直接秒 这样的话可以打GG了一个 16分钟 16分钟 这样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 马上就要结束了 而炼金是刚刚拿出自己的灰药 虽然说刚拿出自己的灰药 按道理说 应该是参算比较强势的一波 但确实这个经济和经验方面差距实在是过大 W33现在这个 主狗的盾还没有掉 主狗的盾还没有掉 时间还差半分钟 让他直接破两路 W33在这来卖盾来了 本体已经拉得比较远了 然后拿分身来卖盾 他的复活的位置是在主狗 所有的副狗都是会在主狗的位置复活 所以他只要主狗拉走就行了 16级 16级米波 光把这里的A杖也做出来了 那么只剩最后一路 特斯拉的选择是一波开悟 我出来找一波人 但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不出意外的话 如果碰到的是米波 这三个人应该打不过这个米波 米波现在的属性已经非常高了 他现在的副狗已经2800血了 主狗身上直接是四个魔龙枪 假腿力量假腿 A杖加四个魔龙枪 这个主狗跟副狗都是2800多血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不太可能把他打死的 这里一个反流尸 给到便利精灵身上 你一个波 吃一发魔瓣 把自己这个状态 这个剑贴身剑给空了 是什么剧情啊 这是 杀王一个穿刺 一个风杖流住大鱼 但是这里大鱼直接开启加速 逃掉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2800血的地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里W33直接上高地 这个2800血的魔龙 2800血的地补是直接扛打强拆了 现在主狗身上一个装备 大鱼这里踢一条跳踩 被杀王留住 一口吸 一两直接抽死了 这个地方开始不断的给这个网 就留住对方UTZ的这个V 上路高的也直接高破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咱们打完这场比赛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出了不断的 这直接打出去之地 很快 19分钟 其实这场比赛16分钟就结束了 最后这个飞斯特斯没有退游戏 又是多扛了三分钟 但是这场比赛呢 也就很快的就落下帷幕 好吧 非常精彩的一场地补师 如果大家喜欢这场比赛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收藏听 运用我的频道 欢迎给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Q群 随时了解直播和 这个录像的信息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感谢大家